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为谁汉堡待放 欲如情四半面长 晚风溪落 请拍我的肩膀 猜它一定有 话要对我讲 雪景桥 桥白茫茫 月倒影在记忆中央 你真心坦荡 却使我伤感 收下泪眼影 航河已不长 这是爱走不出的地方 还不想逢你经过我的床 一脚草丧停 不过一触香 不能与你牵手共伤 这是爱回不去的地方 愿死无情的声将我捆绑 你曾可知我 倔强的信仰 生死与共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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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 你带着我婆婆一起离开这儿 不 还是让我走啊 你怎么就听不懂我说话呢 不是让你走 是让你带着我婆婆一起离开这儿 你这是变着法哄我走啊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可枉费了我一片心意啊 老夫人也这把年纪了 又养尊处优惯了 那怎么能吃得了苦 那跟我不是受苦吗 这个你放心 在你们走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笔钱 留多少 我的能力也有限 多也多不到哪儿去 但是够你们两个生活呢 最重要的是 你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了 你看呢 狼子野心 你 我看他会答应的 他不会的 你 你这是去哪儿啊 你别丢下我啊 行了 没什么可怕的 佐三娘的什么春秋荡梦 我随便收拾点破烂 都能换几个钱 让我带着死老太婆走 我呸 他不是说能给你点银子吗 多不了 那也不至于太少吧 你脑子坏了 你跟我发什么火啊 多能夺过两百亩地吗 他现在是左手拿如意 右手拿算盘 拔了两颗眼中钉 还做顺顺人情 我成什么了 我成老太婆儿子了 我还带他养老送终啊 行了 行了 你傻呀 你想想 你不能把人带远了再甩了他 我不卸开他那撒瓜俩走了 那你说怎么办 不答应吧 他赶你走 答应了你又不甘心 他还别把我逼齐了 真把我逼齐了 同归于尽 你别吓我 谁跟他同归于尽 我宰一个也是宰 宰两个是一对 我让他们黄泉路上做个伴 你宰谁了呀 你愿意离开这个家呀 你愿意离开这个家呀 你吓死我了 我问你话呢 你丈夫跟你儿子都埋在这儿了 你要是走了 他们可就是孤魂野鬼了 你不管他们了 不 不是这样的 白衣和答应我了 他会去按时上坟计礼的 那话你都能信 那话你都能信 这你都听不出来呀 他是在献殷勤的 他这么献殷勤就是为了那些地 不要再提那两百亩地了 我跟你说啊 那两百亩地 本来就是人家白衣和兜里的 现在他已经答应在董家花了 而且是给他儿子花 我在不在董家都是一样的 都一样 怎么能一样 那是大大的不一样 带来董家花在董家 都留给他儿子 那是他嘴上说说 你看见了吗 眼下就是个奶娃娃 他能花几个欠 这种鬼话你也信 那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这是他一尸二鸟的计策 只要咱们俩一离开董家 他就算拔了眼中钉 他马上就回去找组里那帮老头子 说咱们俩是奸夫淫妇 说咱们私奔了 到时候你还有脸见人 你还能回得来 你身上长一百张嘴都说不清 接着他就演他的重头戏 他该说了 他说董府门风不正 我待不下去了 孩子也待不下去 他就可以带着孩子带着签 回白家 他顶多在白家住两天 他就可以改嫁了 到时候你们董家可就没有人了 谁还能拿他怎么样 白雨和他心机 没有那么重吧 你以为呢 你已经上了他的当了 不是 你是知道的 我是一心为了在 我知道 天兰 我知道你是为了咱们俩 可我呢 我还不是一样 我在这董家 当下人 吃多少苦 受多少累 怎么爱欺负我都能忍 还不是只要你能心疼我就够了 天兰啊 天兰啊 你可不能离开董家 这是老爷生前治下的宅子 是少爷出生成长之地 他们的魂魄也安葬在此 你想想 这宅子 要是落入外星人手里 他们在九泉之下还能安息吗 阿弥陀佛 打死你 换钱 你到底不还钱 你也让你累掉 两位打死你 我这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我早还你们了 你这个败家子没有钱 你妹妹没有钱 你妹妹那些聘徒也没有钱 我爱呀 救你来呀 撒瓜俩早就想打发我走 白义和 我会让你乖乖地 把地契和银票都送在我手上 好好听哥的话 哥不会归待你 哥不会归待你 我 我让他放 放寒 干会儿 干会儿 怎么回事啊 知道好玩 想清楚了吗 不走 我愿意伴老夫人左右 那不行 要么你走 要么你们两个一起走 雨和呀 你别赶他走了 给他留条活路吧 我赶他走 就是要给董家留活路 少奶奶 您 您别逼人太甚啊 我知道 我干了 不该我这身份干的事 那我也不该 罪至于此 罪至于此 你要是针对他一片真心 那没罪 可是你不是 你在欺骗他 利用他 你还动手打他 你不仅打他 你还嫁祸给我 我 我不是 我 不是你还能有谁 不是 我 啊 利和啊 是我 那都是我的意思 婆婆 您这个人我了解 您跟少华一样 一旦认定一个人 就会对他掏心掏肺 可您得看看 他这个人值不值得 他阴险狡诈 借刀杀人 您还看不清楚吗 您还要为他求情吗 少奶奶 少奶奶 您得饶人处且饶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人可以饶 畜生不可以 强子 背车 是 少奶奶 我已经把家中的老人 都叫回来了 文博过几天就到了 等我从娘家回来的时候 我不想再看见你 好 别别别别 你 你怎么了 别他 别别 我这个婆婆呀 我差点以为 你真要让他们走吗 阿母不是好人 阿母不是好人 我怎么放心 让婆婆跟她在一起 都说母凭子贵 原来那些戏文上说的 都是真的呀 这次要不是因为咱们的小少爷 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 抬头挺胸 风风光光地重回董家 那些下人都回来了 现在是宇和在当家 最重要的就是 他手里还握着田产 还有董家的血脉 族里的老人也得看着 他的眉眼生活 阿母 你让我怎么办 天兰 天兰 我就是走一阵 我会回来的 我还回来接你呢 我知道 你这一走就不会回来了 天兰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可如果我回来之后 你还会要我吗 不管我做了什么事 不管我犯了什么罪 哪怕我做了 哪怕我做了 要遭天大虎雷劈的事 只要你回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要闷死我啊 顾奶奶不能开 真的不能开 你想想看啊 如果让老爷子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那 那我不是死定了吗 你这样下去我肯定死在你前面 不让你赌你非要赌 你欠的那些债 你以为躲起来就可以还清啊 气死我了 你别嚷 你别嚷 你这一嚷我脑人都疼 真的 药祖乖啊 等药祖长大了呀 舅舅给你买糖吃好不好 这儿有喊书的 可没见你那么疼哦 那不一样啊 怎么不一样啊 喊书的有两个 不比这一个喊你旧的 你就是不稀罕呗 虎子我们不值钱喽 不是不是不是 二嫂你别这么说呀 不是什么呀 你就远向尽臭呗 老二媳妇 你别逗他 这老三他认真 我说不一样呀 是我觉得药祖得来不易 这要不是他福大命大 早就被你 我大哥呢 你大哥染上风寒了 大哥也是的 这把门一关 谁也不让进 随他吧 我看病了倒也是好事 省得出门去惹是非 我去看看大哥 雨和可别去 可别过给孩子 不会的 我自个儿去 过给你跟过个孩子 不是一样啊 放心吧 爹 不错 随他去吧 雨 大哥 不好怕 来了 照上门来了 照上门来了 大哥 你躲什么呀 快点 救命活菩萨来了 你快出来 我不去我不去 是我雨和 我不去 来了来了来了 我来啦 妹妹啊 你终于来了 我想死你了呀 妹妹 大嫂 我听爹说 大哥不舒服 我来看看他 大哥呢 还不赶紧出来 妹妹 爹 你说小姐爷是不是生气了呀 你看 这都怪我 刚才哪户不开提哪户 要说怪呀 我倒是怕将来耀祖长大了 知道了当年的事 他会怪我这个当外公的 老爷 怎么会呢 您都是为了小姐好 耀祖少爷他那么懂事 长大一定会孝敬您的 要说孝敬呀 那肯定是我们虎子更生一筹了 是不是呀 我们虎子呀 可是爷爷的嫡亲嫡亲的 独苗孙子 你这个二嫂啊 一天到晚把这个话 挂在嘴皮子上 爹 妹妹 哥求求你 你得救救我呀 雨昂 雨昂 这 这 雨昂 要不 要不哥给你跪下 雨昂 给我起来 雨昂 雨昂 你再好好想想 你 你哥他也不容易啊 那就是啊 这事我帮不了他 帮不了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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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你是白家的长子 爹把白家全全交给了你 你打的不是你的脸 你打的是白家的脸 这 这我知道 我对不起白家 可不是 我不是没脸了吗 雨昂 你嫂子也不容易啊 我一个负到人家 肩不能挑 是我不能提的 就是啊 雨昂 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苦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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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白家 我辜负了白家 雨昂 你这个大哥 是真心对你好 这你知道的 背着我 问刘爷借了两百块大洋 你对我真的很好 什么 两百块 易云 你听我解释啊 你把钱花哪儿了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你明明跟我说的是一百块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你有钱不给我钱过了 我 我指而结婚 都没有给他上大理 你听我解释啊 他们怎么不把你给弄死啊 你听我解释 你死了我就省心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过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 站住 你要去哪儿 我去告诉爹 这日子没法过了 爹刚过了几天 舒心的日子 你们要是把爹 气个三长两短 你们担得起 我可不愿意 快 帮我走 帮我走 来来 我来 我来 慢点啊 慢点 好嘞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小川 多亏了雨和妹妹 要不是她呀 我还不知糊涂到什么时候呢 以前我总是闹 给爹添了不少赌 过去的那些事 你别老搁在心里了 我对你 对国人 太过严厉苛责了 爹 如果国人听到您说这些话 他肯定会高兴的 他以前一直以为 您最看不上他 不说这个了 凤凌啊 爹有句心里话要跟你说 你要是愿意 就再往前走一步吧 我不拦你 你还年轻 爹 您可别想赶我走啊 我以前那么说 说回娘家 那都是我闹孩子脾气呢 您怎么能当真呢 我这辈子 再也遇不到 像白家这样 明事里的人家 也再也遇不到 像雨河那样 大气的小姑了 我 我不走 你们聊什么呢 好像有人在夸我 妹妹 爹他要赶我走 那爹一定是跟你说笑呢 没关系 就算赶你走啊 也不用害怕 刚好到我的制衣铺去 我那儿正缺人呢 好啊 你还要回烟花巷啊 烟花巷我不会回去了 但是我想把制衣的生意 继续做下去 我想用我自己的能力 挣钱 孝敬爹 妹妹 我娘家就是做 旗袍生意起家的 从小到大 我看都看会了 现在刚好能用上 好啊 好 你们俩联起手了 那就更好了 在咱们家那个 铺面房里边 你们选一件 不用了爹 我现在明白了 我有多大的肚子 就吃多大碗饭 虽然现在没有铺面 但是我们有技术 有眼光 还有郭勇帮忙 对 现在外面啊 正好提上男女平等 女人也可以工作挣钱了 我支持小姐姐 还有二嫂 爹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让郭勇把我的册子 在他们学校里边 发一发 散一散 他们学校里的女学生 大多家庭都还不错 而且又接受新的款式 生意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听听 你听听 你这个小姐姐 想得多细致 那你们慢慢聊 我出去还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妹妹 外面风大 别把我孩子出去啊 我知道了 小姐姐 你去哪儿 我陪您一起去吧 别 爹 你就好好在家 当你的好舅舅 再帮我想想画册的事 爹 那我走了啊 这小姐姐最近 怎么神神秘秘的呀 她这是又去忙什么了 雨和呀 这心里想的 都是别人的事啊 小姐 这是哪儿啊 门口不是写着的吗 周府 周府 周少爷都结婚了 咱们来这儿干嘛啊 我找他有事 有事 有什么事啊 都半天了 怎么没动静啊 是啊 周管家 周管家 董少奶奶 您怎么来了 我找你们周少爷 他在吗 他不在家吗 不在啊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 说不准 义真 义真 这是怎么了 董少奶奶 不行您先回吧 他这么闹 你们周少爷也不管啊 他一般不回来 回来也是罪的 你别再闹了 谁呀 老夫人 少奶奶 你们俩人没事吧 没事没事 周灵 你别进来啊 别进来 老夫人 咱们家来客人了 送客送客走 不是 老夫人 是 是那个谁 不管谁来了 赶紧走 走 义真 你 你又在干什么呀 你可千万别 千万别干傻事 我求求你 你行行好 行不行啊 别再那么急了 好不好 算我求求你了 董少奶奶 不行你先回吧 周管家 这都闹成这样了 您应该去把周少爷 叫回来 行 董妹 你过来招呼一下 我去去就回 要不 要不你回娘家 待多久都成 行不行 我现在嫁到周家 我是周家的儿媳妇 要死 我都得死在周家呀 我们周家哪点对不住你了 你说你 磨脖子上吊吞镜子 你每天一个花样的折磨我 你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生不如死啊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们处心积虑地让你嫁进来 我们处心积虑地让你嫁进来 勇家也跟你圆放了 你要的不都已经到手了吗你 我要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呢 不管你要什么 你现在已经是 从烂泥到云端了 你还不知西福你 小姐咱们还是走吧 就别蹚着浑水了 我有什么福可信 人府 那是佩种 我招呼 我招呼把我当初生一样 乙震 我告诉你 哪对夫妻不都是这样 哪对夫妻交好 不是为了传宗接代 周勇家他是冷的 他的人是冷的 身子是冷的 心是冷的 你管他是冷和热的 只要他肯跟你生孩子就行 我偏不生 我不好 你们谁都别想好 想死还不容易啊 我告诉你啊 你家不是有那个垫吗 摸那个垫门 一下就把你垫死 不过死的肯定不好看 烧得乌漆麻黑的 我告诉你 最好的死法 喝毒药 这有他陪我 川儿 你去他们厨房 给我打杯水来 快去吧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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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喝 酒没啦 那要不咱们出去接着喝 不行不行不行 这天天喝成这样 周兄你还新婚眼呢 是啊 新嫂子会不乐意的 没事 我跟你们说啊 我在西城又刚发现了家 少爷 少爷 你怎么来了 有事儿吗 有 你们先聊聊 你忙着 好好来 少爷 这次啊 什么事儿啊 少奶奶闹得很厉害 好想又要自杀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你不回啊 他爱闹闹 爱死死 我管不了 少爷 你不能不管啊 这回少奶奶好想 这次是真的是吧 对 他哪次不是真的 上次 上上次 我告诉你 他也就是欺负我娘 一个人老实 你回去告诉老太太 这那该喝茶喝茶 该打麻将打麻将 该干什么干什么 周永恰 他从来就没把我当人看 他心里装着谁 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 还赏赐我一段婚姻 还要我低声下气地 看着我的丈夫 跟别的女人鬼混 周永恰 周永恰他巴不得我赶紧死了 周永恰他巴不得我赶紧死了 哪里的花呀 您不要看看我是怎么死的吗 谁要寻死啊 伯母 是与和不懂规矩 没经过您的同意 就破门而入了 您多包涵 董少奶奶 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哪里的话呀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伯母 您也累了吧 要不您回房间先歇着 来 少爷 这次把与和来了 他来了 不用关门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 真是不懂得待客之道 客人来了 应该请客人坐下来 客人应该越嫁越贵气 你怎么反而成了泼妇了 是什么我无所谓的 反正我 反正你一心想死 对吧 是谁跑过来跟我说 自己要逃出烂泥潭 只要逃出烂泥潭 就能变成凤凰的 这是谁说的话呀 你住嘴 你根本就不想死 真正想死的人 那是豁得出去的 你不要逼我 你不用再演戏了 你说 你闹了这么一出 不还是没死吗 你演给谁看呀 白玉和 其实 你真的想寻死的话 可以来找我 我可以帮你 帮你出出主意 你可以选择上吊死 可是你长得这么好看 如果上吊死的话 舌头会变得很长 就不好看了 你还可以选择 摸电门 摸电门死了之后 浑身会被烧得黑乎乎的 也很吓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喝药 你够了 白玉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我恨死你了 要不是你 我不会变成金铁这样 老夫人 那是什么 这您就别管了 董家小姐啊 有办法治她 那有什么办法呀 听说董家 让你小姐回去了 那哪是让啊 那是求着我们回去的 是啊 她生了个儿子 都说像孤叶小时候 还有说像姥爷的 太好了 善一针你别闹了 你不为你自己想 是不是也该为善爷想一想 即便你不为善爷想 也应该为你的亲哥哥想一想吧 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呀 我太有资格了 我白玉和过得什么日子 千夫所指万人骂 求天不灵 入地无门 我都还没死呢 你凭什么死啊 我再告诉你善一针 他如果心里真的没有你 你死也白死 我可以让他们全家人都不舒服 还有你 善福全 刘慧堂 张文娟 你们都是刽子手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干吗要等到做鬼的时候呢 现在就应该做个了结 你等会儿啊 小春 您就歇着吧 就瞧好吧 你们家厨房真的有耗子药啊 他们家厨房真的有耗子药啊 嗯 没你的事了 下去吧 我让小春在你们家厨房找了耗子药 这个很好用 一喝就死了 不过我得先看看有没有受潮 如果受潮的话 喝了可能就没有用 还好 没受潮 还可以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想死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去死有点孤单 没关系 我可以陪你 黄泉路上咱们还有个伴 来 好了 给 白玉喝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要死吗 来 给你喝了它 喝了它肯定死 你喝呀 你怎么连接都不敢接了 你不是想死吗 如果咱们俩都死在这儿 他们周家肯定遭殃 你不喝 你是怕你喝完了我不喝 好啊 那我先喝 白玉喝你疯了 妈 诺杰 你回来了 你喝人呢 在这儿 快 玉和 这是怎么了 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事想跟你商量 我白天都在商会 你为什么不到那儿去找我 应该是天注定吧 此时此刻我就得在这儿 有什么话到外面说 好 你看到了吗 他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好 勇佳 你不该是这种人 我是哪种人你还不知道吗 你就不应该浪费时间 去跟他说那些多余的废话 勇佳 你是我这辈子 最好最好的朋友 我希望你过得好 可是你现在 你 我现在怎么了 我现在过得很好 坐 好的都不会说真话了 是 是啊 跟一个全天下最假的人 生活在一起 我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 真话什么人家话 勇佳 他为什么要在你面前假 不在别人面前假呢 那是因为他重视你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不管是真也好假也不好 干吗要在意那些形式呢 他是真心爱你的 你既然娶了他 就应该给他幸福 我娶他当时还不是为了 为了我吗 我娶他们的 Logo 我娶你 我想了解他 只能去换身上 你怎么办 你 我也有意义 你请了解我 你怎么办 你就想了解我 你现在我会是否骗你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会说 你开心安心 回来的时候不回来 回来的时候也不是为了你 三人行则损一方 一人行则得其有啊 白鱼鹤 你就是那个第三个人吗 为什么是你呀 你才是那个真正不怕死的女 我要怎么跟你抗衡 其实咱们两个真的很像 都以为自己真了 别人就不会假 其实我们两个不知道 往往是因为我们的真实 伤害了很多人 所以他们的假 是被我们的真逼出来的 你这么大老远到家里来找我 不会是就为了调节 我的婚姻来的吧 你是律师 我来是为了良白亩地 我想做敌呀 敌呀 你为什么要敌呀 都是你 这回白鱼鹤肯定不会帮我们了 不会 他为了婉儿 为了国勇 为了这个白家 不会不会 干国勇什么事啊 他门风不好啊 之前把国勇的婚事给耽误了 他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他大可以带着一大家子担过 把咱们这房撇开 我了解雨河 如果他那么做的话 他就不叫白雨河了 为了白国志 为了白国志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所以才来找你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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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行 我爹给我的地也是很值钱的 怎么就不能抵押呢 云后 我告诉你 现在不管是银行还是钱庄 他们最不喜欢要的就是地 厂房 机器 设备什么都行 他们就不要地 可是我的地也很值钱呀 是值钱 可是你的地 跟那么多的电农们有租约 这个权利义务是很难分割的 先不要说抵押不了 就算行 这个时间是有年限的 在这个年限当中 出资方是很难处理这些资金的 你说的 我听不懂 反正就是很麻烦 从整个时间流程上 核实 鉴定 至少得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大半年的时间 时间太长了 我可等不了 我大哥他 你大哥 你现在还叫他哥 可他就是我大哥 于和 原水救不了金火 白国志这把火 他烧得太大了 这把火 也认为 如泉油 监管四孔 是只心 有所重 你偏来拨弄 痴情一丝情疼 寒颤胸口便于那吐露 哽咽如红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念你念之念岁月枯弱 今生远落花从无影踪 自在谁胜痛定死痛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怨你恨之怨言不要咒 爱生怨若是梦已成功 全别为我一瞥惊鸿 一瞥惊鸿 恨你恨之恨之不相逢 愿你恨之怨言不要咒 爱生怨若是梦已成功 全别为我一瞥惊鸿 一瞥惊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